A型 B型 O型还有AB型血液库存量都亮起黄灯 显示血液库存量不足 加上进入冬季之后天气不稳定 更会影响到民众捐血意愿 因此新店捐血是从11月30号起 只要捐血成功就会赠送美食优惠券 希望民众可以踊跃捐血帮助需要用血的病患 并且在捐血之后可以享用美食补充体力 11月30号开始有那个米塔集团的优惠券活动 那活动的办法是捐250cc就可以拿到一张 捐500的话就可以拿到两张 那会一直到12月11号左右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店捐血是自己的活动 是12月1号开始 那是高级烧辣厨房 那提供的买一送一的优惠券 然后再欢迎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来捐血 另外新店捐血是也呼吁民众 施打流感疫苗还是可以捐血 请大家发挥爱心 目前还是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们打了流感疫苗 然后只要没有发烧不舒服 那都还是可以过来做捐血的动作 提醒民众因为捐血时 体内的血量会小部分流失 所以可以在前一天先补充大量的水分 此外捐血前一天要有充足的睡眠 因此不要熬夜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导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导